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刚才说过工艺美术 它分成两大类 官府和民间的 一般说起来 官府的制作它的资金比较雄厚 原料更高级 制作的工匠都是当时的高级工匠 他们的产品制作相当的考究 产品是为统治阶层 是为封建国家的利益服务的 民间的产品 它一般是在资金上比较薄弱 原料上使得比较差 工匠有高级的也有比较差的 制作通常是比较粗的 产品主要是满足一般百姓的日用的需要 这样就导致这么一个现象 在中国古代 官府的制作 由于它制作的比较高级 所以它经常是民间制作的仿效的榜样 民间的设计尽管是让它的材质上 在制作上有差距 不过它总是在追随着官府的榜样 做的虽然超一点 但是艺术的追求是相同的 再要说一个现象 就是工医美术的一个特殊现象 工医美术的生产是有中心的 这个中心往往都是和城市 特别是大城市有直接的关系 因为大城市里面有比较多的官府作坊 也有比较多的民间作坊 这里往往是当时最好的工匠的集中计 这样产品制作水平比较高 同时在大城市里面 经常还有这种很发达的商业 商业对于工医美术来说 它不仅仅是销售 商业它还能够通过销售 来刺激产品的竞争 导致产品的造型和装饰的花样的翻新 城市很重要 我们的工医美术 它其实在很多方面都体现了中国文化的特质 中国文化的特质是什么样的 现在我们总是在用含蓄 典雅优美这样的词来概括 其实在工医美术上也有极多的体现 尽管中国人也有很高的技巧 但是中国的很多高技巧的制作 中国往往在体现着那种典雅的 那种优美的这么一个面貌 和西方那种挫金落彩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清代 清代的制作 特别是清代的官府制作 往往是一种被人们绩效的一个典型 就是说它过于的推重技术了 不过清代的很多工医制作 它仍然是很优美的 比如说玉器 比如说竹器 中国的工艺美术 还有很高的文明价值 它不仅是创造了优秀的艺术样式 而且还有很多很重要的发明 比如说丝绸 比如说瓷器 中国的瓷器 对中国的细绸 长期居于尸体的顶峰 由于它产品居于尸体的顶峰 甚至在很长时间里 在很长时间里面 都是唯一能够制造的国家 所以在中国古代 有大量的细绸和瓷器 被向往外国 向往外国 这个呢 就对外国的文化 对外国的艺术产生了影响 而且呢也成了外国人认识 中国文明的主要的一个媒介 当然 中国文明的那种最精细的东西呢 是文学 是哲学 可是呢 文学哲学这种东西啊 如果你不识字的话 你是不能体会的 工艺美术品 丝绸瓷器 它呢是使用的 图案每个人都看得懂 造型每个人都看得懂 古代的外国人了解中国 主要是通过瓷器 是通过瓷绸了解的 这样呢 工艺美术的认识价值也是很高的 还有 在世界历史上 很多国家的文明史比我们长 很多国家的一些制作 在那个时段也比我们好 不过呢 他们的文明 都是在以后呢 被改变了 中国不一样 它是一个唯一有连续传统的 这么一个 连续的文化传统的这么一个国家 这样呢 中国的工艺美术 也是有连续的传统的工艺美术 它呢 尽管是几千年的发展 但是它呢 始终是绵延相继的 始终是四层体系的 这个呢 对了解中国和外国 了解中国以及了解外国 这个呢 都是有很高的认识价值的 关于艺术的起源 是理论家们特别讨论的一个问题 由于那个时代没有文字记载 由于每个理论家所秉持的理念 依据的理论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很多专家们都提出了自己的不同的看法 比较典型的时候是有所谓劳动说啊 什么欲乐说啊 什么图腾说啊等等 呃 但是这些呢 呃 它呢 呃 呃 我们可以避开 因为呢 我们谈的是史 而不是论 我们只是从呃 实乎上看 呃 中国工艺美术是什么时候起源的 呃 现在看起来啊 呃 比以前的旧式气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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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是呃 它的气形变得比较规整 而且呢 有的时候呢 它会讲到这种对称的感觉 而且呢 呃 这个时候呢 还出现了大量的饰品 呃 到了新世纪时代 呃 这个时候呢 呃 呃 出现了很多 呃 新的工艺美术的门类 呃 比如说 陶器这个时候出现了 陶器出现了 陶器出现了 呃 有了丝绸 呃 还有了漆木器 有了漆器 呃 还有了一些牙器 比如像牙 用一些像牙 雕刻的器物 呃 呃 在通过这些器物 我们还感觉到什么呢 在这个时候 一些呃 基本的工艺美术法则 已经产生了 比如说呃 工艺美术 它讲的对称 呃 呃 讲究比例 呃 讲究触感 讲究质感 这些呢 在西式器时代的产品上 呃 都有明确的体现 呃 呃 我们看到的这是旧石器 呃 这是所谓的砍杂器 呃 尽管制作的还比较粗 但是我们看到呢 呃 呃 它的器物呢 已经制作的比较规整了 而且呢 呃 已经有了明显的对称的感觉 不是呃 随便呃 找了一块石头 呃 就能够做这个砍塔器的 呃 这是在北京周口店呃 呃 发现的 山顶都人的那种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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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像是本身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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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时候呢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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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些西式器 他和刚才看到的旧式器 已经明显不同了 呃 我们再看一眼这个旧式器 呃 呃 看看它的感觉和它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呃 呃 呃 西式器呢 呃 呃 它讲究选择材料 呃 材料呢 要坚硬 而且呢 要颜色比较漂亮 最好还要有纹理 而且呢 西式器呢 它是机构打磨的 呃 呃 漆物的形状呢 往往是对称的 比如说 呃 这个石斧 呃 比如说这个石崩 我们讲工艺美术 呃 主要是从这个 西式器时代讲起的 呃 西式器工艺美术 在西式器时代 工艺美术能够诞生 呃 这是和当时的很多关系的 呃 就是很多这个社会的社会状况呢 是有联系的 比如说这个时候 呃 人们 开始有 比较稳定的住所 这个时候呢 呃 出木业开始发展 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农业开始发展了 呃 到了 西式器时代中期 呃 社会分工 开始逐渐的明确了 呃 手工业呢 呃 逐渐的形成了 呃 独立的一个生产部门 而且呢 呃 在更晚的时候 还有了明显的皮肤分化 这些呢 呃 都促成了工艺美术 特别是一种 比较优秀的工艺美术的呃 他们的产生 呃 呃 呃 在这个时候 呃 呃 有一件事情提的很明确 就是工艺美术啊 呃 呃 它的产品 呃 呃 往往都是和呃 它的造型和装饰 呃 之所以造型做成这个样子 呃 之所以装饰做成这个样子 呃 往往是和呃 功利性是有关系的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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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望通过呃 呃 呃 能够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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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器就是用黏土作坯 经过800到1000度的温度 烧成的气污 现在在中国发现的 有陶器的新世纪时代的遗址 新世纪时代的遗址已经很多了 它们分布在东南西北的广大的地区 这个时候的陶器 如果是按匹体的颜色去分的话 主要有这么几个颜色 红颜色的 灰颜色的 这是最常见的 此外还有黑颜色的 以及白颜色的 在这些陶器里边 我们讲的主要是这么两个类 一类是彩陶 它们往往是泥制的红陶 在泥制红陶上做装饰的器物 这个我们主要讲的是装饰 再一类是黑陶 黑陶主要是看它们的造型 做陶器材料是黏土 用黏土塑成器物 是这么做的 把黏土粉碎搅匀 然后再用它来活泥 活上泥以后用它去做坯 做坯的法子有这么几个 一个是捏素 就是用手捏成器物 早期的时候一般是采用这样的做法 再稍后有所谓的泥条盘柱 就是把泥土它搓成条 黏土的搓成条 然后一圈一圈的由下到上盘出这个器物来 然后里外再涂上泥 就是所谓的泥条盘柱 再一个就是轮质 轮质现在还在保存着 比如说我们现在去景德镇 看一些手工制坯 还是采用这种轮质的法子 就是它用陶车 一个大圆盘转起来 然后中间搁上做坯的材料 这么拉出器物来 就是所谓的轮质 经过制坯以后 还要经过打磨 打磨修整它们是很重要的 它不仅能够使皮体变得比较致密 使器物表面变得比较光滑 而且它的密度加强了 这样它的吸取率就降低了 器物就更适用了 以后再去做装饰 然后以后再去烧 烧的法子呢 早期是平地儿这么烧的 这样的器物呢 温度是超高的 以后呢 逐渐的有了窑炉 彩陶呢 就是在皮器上绘画图案 然后呢 再去烧的器物 它们呢 一般的时候呢 是泥制的红陶 它们的出现是在公元前的 六千年到五千年之间 出现在黄河流域 以后呢 逐渐的普及 新盛期 是在稍后的 新石器时代的中期 彩陶的分布呢 也很广的 几乎是在主要的江河流域 都有彩陶的出现 但是呢 重要的是这么两个 一个是养少文化的彩陶 再有一个呢 是马家药文化的彩陶 我们先来说养少文化彩陶 养少文化的彩陶 河南的免池的养少村 发现了一个原始遗址 从这里面呢 得到了一些器物 还发现了人们的居住的痕迹 以后呢 就把它 这个文化呢 命名为养少文化 不仅是养少村的这个遗址呢 称为 它的属于养少文化 而且呢 它附近的 很广大的地区的这个文化遗址呢 也都被称作养少文化 它的分布是以陕西 河南为中心的 也发现在和它临近的一些省区 它的陶器是以红桃为主的 有砂质的 也有泥质的 一般砂质的器物啊 主要是做烹炉器 比如说 你看现在我们就是一些做饭 还用什么所谓砂锅 因为砂呢 就是它这个人比较耐火 制批呢 早期的时候 一般呢 是捏素和银条盘柱 非常健的 以后呢 开始采用慢轮去修整器物 在这个时候 彩头 数量呢 还不是很多 主要呢 是一些波 盆 这类的器物 我们看它的图像 稍后可以看看它们的图像 在养少文化里边 有两个主要的文化类型 一个是半坡 一个是妙底沟 这是半坡类型的彩头 半坡彩头啊 它们的花纹 经常是用直线组成的 比如说像这个 是网格型的 很像是鱼网 加上这个器物呢 造型呢 又很像是 很像是一个小船 有人就认为呢 这个呢 可能是和原始人 他们呢 捕鱼的生活是有关系的 在养少文化的海淘里边 还有少章器物呢 是带有动物纹的 比较常见的呢 是鱼纹 鹿纹 这是鹿纹 更有名的是鱼纹 这是早期的鱼纹 形式呢 还很显实 一看呢 知道是鱼 到晚期的时候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 很像是几何形 就变得很抽象 这是最有名的器物 人面鱼纹盆 现在看起来啊 这类器物啊 他们都是一般是和丧葬是有关系的 从出处的实例看 那个时候啊 很多小孩 你说就是因为 卫生条件比较差 医疗条件比较差 所以很多小孩呢 死得很早 小孩死了以后呢 就拿一个桃梧呢 当棺材把小孩搁进去 上面呢扣一个盆 这个盆出售的时候呢 就是这么用的 这个盆出售的时候呢 就是这么用的 这种盆出售的时候呢 就是这么用的